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列车员 我叫蔡小娘 我是列车播音员小巴 今天咱们这趟车是光影劳动者号 凡是影视行业的从业者 咱们都是老乡 大家互相照应照应 那咱现在出发 我说明这小巴怎么美了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就给大家揭秘 小巴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有请朱东昌老师 你好 你好 我们小巴呢 小巴 过来吧 给大家介密一下 小巴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这位就是我们的小巴 我们是通过一项动作捕捉技术进行活动 进行表演 它身上这些点 其实您看就是切到它的关节之处 通过这些动物摄像头捕捉它的表演的运动信息 然后把它的动作实施相当于抗配到小巴身上 所以也就是它做什么动作 然后那个小巴就会做什么动作 对 那我还是不太明白 那您能告诉我具体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让小巴站在我身边的吗 行 宋老师那我带您去后台揭秘一下 好的 我的天 太神奇了 太过瘾了 三 二 一 开始 这就是我们的后台第一步是动作捕捉 我的天 这些绿线就是代表它的追踪光线 你看到这一步是把它的动作传过来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一步实施的渲染 把它就渲染到这个场景里 明白 明白 太棒了 宋老师您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台什么设备 这是一个虚拟摄像机吗 对 这是一台摄像机 没有镜头 但是它能进行像摄像机一样的推拉友谊 太神奇了 主要是在这个区域内 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摄像机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它想拍什么的话 它就可以随便转圈 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我还是特别好奇 就是小巴它到底都能做什么动作 就是我们正常人能做什么动作 小巴也能做 都可以吗 行 那我们 你试试试 好 来 跟我们准备 开始 哇 好可爱 辛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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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巴 辛苦 辛苦 谢谢 谢谢 刚才只是说这个形体上虚拟的一个了解 那接下来这个厉害了 它可以扫描面部 它是由142个耳机灯组成 三台高速摄影机 24个工业摄像机 面部扫描能达到微米级别的一个扫描系统 这个循环光 哇 有点花眼 对 这个有点就是非现实的感觉 这个设备您看一下 我的天呀 这里边有多少单反呀这是 完了我背摄像机一包 是不是感觉360度无死影 这个太过瘾了 对 它就是做演员身体扫描的了 它是由150台带反向机组成的一个三级预阵 啪 就这样一瞬间就能拍到你全身的这个照片信息 它的作用就是有一些危险的镜头 做特效的话就需要这样一个数字提升 明白明白 数字提升 对 数字提升 武行的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危机 这地方太神奇了 没来过 我拍一张 拍一张 拍一张照片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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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呢在我们的幕后有这么多非常可爱的同行们 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着 五一劳动节 劳动最光荣 加玛丝的鹤岗 那就到这吧 哈哈哈